范老師怎麼看目前包括民調部分 都已經是下降了 特別是地方諸侯也都沒有要接 而且都在凸顯市政跟憲政優先 這是不是也反映出 韓國瑜現在面臨的一個極大困境 對 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一個禮拜大概有三個民調 第一個是上個禮拜五 這個兩岸政策協會 那蔡英文是47.2 韓國瑜是30% 31% 大概領先了16.2% 但是我們知道兩岸政策協會 可能有比較偏綠一點 但是我們看到即便是像放言 他比較沒有色彩的 蔡英文是44.7 我們看到韓國瑜是38.7 領先在6% 這個6%已經超過了這個所謂的 我們知道的入差範圍內了 那TBS比較藍 蔡英文一樣是贏 47對上韓國瑜42也贏了5% 也是在誤差範圍 我覺得這個情況 如果連TBBS做出來就是如此的話 那就是個警訊 那我們看到蘋果日報 也做出來也是如此 所以一連串的這些民調 極確對韓國瑜來講會是很傷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先面對到一個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換韓的話是送死 不換韓的話是等死 為什麼說換韓是送死 國民黨現在說不可以換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換就跟當初換柱一樣 換柱國民黨的你的初選制度就崩解了嘛 那當初換柱的結果是什麼 朱立倫落選 那現在如果換韓的話會重蹈覆責 所以國民黨說千萬不能 我參加過很多節目 沒有這個幾乎國民黨都說絕對不可能換韓 換韓的機率是零 可是你不換韓怎麼辦呢 就這樣任憑他不斷的拉開差距嗎 因為韓國瑜現在的狀況是 他要民調提高幾乎率不高 為什麼你的市政做不好嗎 每天講話又是什麼 蔡英文要害他啦 什麼國安問題啦 一大堆失言疑也聲一大堆事情 然後再更不要講他的什麼競選經費的問題啦 我覺得他現在這個東西變得負子其餘 那他的民調不可能提升 只能往下走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國民黨裡面的這些知識籃 經濟籃他們 經濟籃他們為什麼會擔心 他們看著這個本來大好的一場 即將在明年獲勝的總統選舉 眼看著就要往下走了 所以他們當然希望郭台銘能夠出來 所以他們 他如果你是郭台銘現在等不及啊 所以我說國民黨現在巨大危機是韓國瑜跌得不夠快 韓國瑜如果跌得夠快 現在趕快把不管是把郭台銘換上去 還可以一戰嘛 可是現在是慢慢慢慢慢慢的跌 跌到15到11月12月你換到來不及啦 那之後怎麼辦 所以他們這個焦慮感是非常的高嘛 那現在國民黨現在變成說你看 連除了民調低之外 整個國民黨包含像新北市侯友宜 他公開的說我不 剛剛講不參不擔任韓國瑜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競選的這個總部主委 這是公然的 我必須要講這造反啊 這那不是造反嗎 國民黨的黨中央不出來講話嗎 吳敦應該要出來跟這個 跟他講說 跟這個侯友宜講說你這樣不可以 你這樣做別人會學啊 現在誰學了 林之廟也在學了 盧秀燕 這個就變成一個骨牌效應了 為什麼今天侯友宜敢這樣說 因為他認為韓國瑜當選不了 你想想看如果韓國瑜當選總統 那侯友宜不是很尷尬嗎 韓國瑜見到侯友宜你說你看嗎 你當初不挺我 所有的新北市的要求的中央補助 我都給你擱置 所以我今天侯友宜 為什麼敢這樣做 他看著韓國瑜根本選不上 他自己唱衰啊 所以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的這個中常委 李昭平提了一個 提了一個韓國瑜法案 他說凡是黨員 惡意的攻擊 抵毀 污蔑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要開除黨籍 那請問一下 侯友宜要怎麼處理 這算他沒有污蔑沒有詆毀 他是用行動來表達 消極抵抗 這跟惡意污蔑差很多 這個殺傷力絕對 這個殺傷力絕不亞於楊秋昕 也絕不亞於這個 所以我覺得 今天他雖然是沒有出來批評 可是他這個動作 事實上比楊秋昕的批評 更加的有影響 為什麼媒體都在報導 的確 所以我覺得這是 那國民黨現在我覺得 黨中央好像做必上關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你要如何凝聚這個黨員 對韓國瑜的信心 現在連立委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好像他都還在猶豫 要不要跟韓國瑜合照 因為他第一個 怕他會被換下來 第二 跟他合照 會不會票更少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因為國民黨內部的信心 出現了崩解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